他是一名超级车手 有着特殊的生存方式 专门协助犯罪分子 作案后的逃跑工作 无论警察如何的围追堵截 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逃出生天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动作片《亡命驾驶》 小高是一名顶级的车手 他的主要经济来源 就是帮助那些 作案后的犯罪分子逃跑 他有一套很严谨的工作流程 每次只给雇主五分钟的时间 在这五分钟里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都会在指定地带等待 但过失不后 而且他跟雇主 全都是一锤子的买卖 交易结束之后 从此相望于江湖 更安天命 他的经纪人是修车店老板瘸子叔 每次行动的汽车 全是偷来的 并且都经过了改装 因此警察想追赏他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小高除了开车 帮犯罪分子逃跑之外 还兼职在剧租里做特级演员 当然这些活 也都是修车店老板瘸子叔 为了找的 小高换了住所之后 发现隔壁住着一位 单身母亲金发姐 在导演和编剧的安排下 金发姐的车在超市门前 打不着火了 作为一名车手 和修车店的高级机工 小高为金发姐修好车之后 第一次走进了邻居家 经过打听小高的指 金发姐的老公洛塞胡 因为犯罪被关进了监狱 修车店老板瘸子叔 一直想打造一辆超级赛车 然后让小高当车手 参加各种汽车拉力赛挣钱 但苦于没有资金 他只好找到 有黑社会背景的鸡贼书筹钱 在看了小高的车技之后 鸡贼书答应拿出30万美元入股 转过天 小高正在修车店忙活的时候 金发姐带着儿子来修车了 经过之前的交流之后 小高和金发姐是两情相悦 都对对方有了非分之强 只不过这层窗户纸还没有被捅破 现如今金发姐带着儿子 主动过来修车 小高自然不敢怠慢 带着金发姐母子玩的一下午 一个孤男一个寡女 两人顺其自然的就在了一起 而且小高和金发姐的儿子 也相处的非常融洽 转过天 给小高和瘸子书 投资赛车项目的鸡贼书 带着当地的黑老大来到修车店 鸡贼书来这的目的是提醒小高好好干 如果自己投资的钱打了水票 那么他是不会答应的 这个黑老大和鸡贼书是一个团伙 两人在当地是无恶不作 非常的有势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小高和金发姐的感情是迅速升温的 但好景不长 金发姐的老公落腮虎很快出狱了 这也就意味着 小高和金发姐的感情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金发姐的老公落腮虎回家之后 很多朋友都过来庆祝 落腮虎也发表了感言 发誓今后要洗心革面再也不干坏事 小高和金发姐一家三口在过道上见了面 落腮虎感谢了小高平时对自己老爸孩子的照顾 不过脸上的表情显得并不是那么优好 转过天 小高在停车场偶然撞见了金发姐的老公落腮虎 也不知道为什么 落腮虎被人揍得是鼻青眼中 小高向落腮虎打听具体的情况 监狱里的时候欠了别人的保护费 现在有人让他去抢一下当铺 由于他不肯干 因此被胖揍了一顿 对方还放出话了 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干 那么下次就要冲金发姐和他孩子下手了 对小高来说 落腮虎死就让他死去 但现在情况变了 如果他不出手的话 那么他的女神金发姐就极有可能有麻烦 小高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帮落腮虎一家人解决掉这个麻烦 虽然这么做违背了他的原则 也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但为了金发姐的幸福 然后和落腮虎一起去见了心狠手辣的毛胆叔 落腮虎就是因为欠了毛胆叔的保护费还不上才被揍了 小高和毛胆叔口头上达成了协议 他和落腮虎替毛胆叔干完这一票后 毛胆叔从此以后不能再去骚扰落腮虎一家人 抢劫的目标是位于山上的一家当铺 小高在车上等 落腮虎和同伙大漂亮进去抢劫 这个时候一辆汽车突然开进了停车场 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在玩什么猫腻 很快大漂亮提着一提包的钱出来了 小高打开车门让大漂亮坐了进来 直到目前一切都很顺利 但当落腮虎走出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当铺老板从后面开枪把落腮虎给打死了 小高一看大师不好开着车就跑 刚才开过来的那辆车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啊 接着是一场追车的戏 两辆车在公路上一前一后上演了一场生死世俗 小高毕竟是专业的 利用自己高超的车技很快就把对方给摆平了 这起抢劫完很快就上了电视新闻了 但奇怪的是小高等人明明抢走了一百万美元 可是当铺老板却声称自己并无财务损失 这让小高大祸不解 他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 由于这个大漂亮是毛短叔派来的 因此小高对大漂亮进行的刑讯逼供 不过这个大漂亮似乎知道的也不多 只知道毛短叔事后会把钱给抢走 小高让大漂亮给毛短叔打电话 他要带着大漂亮一起去找毛短叔算账 可他没想到大漂亮已经提前给毛短叔发了信息了 当他发现的时候毛短叔的手下已经杀到了 大漂亮被当场击毙了 小高干掉两名歹徒之后回到了修车店 这瘸子书没想到小高为了一个女人 给自己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转过天小高拎着锤子来到了某夜总会 不容分说就把毛短叔手给搞残废了 并且还打电话跟毛短叔的老大联系上 说要把钱无偿还给黑老大 晚上小高找到了吃瓜的金发姐 把情况如实说了一遍 然后向金发姐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说希望能带着金发姐母子一起离开这里 两人正聊着呢 黑老大派来的杀手出现 虽然这哥们西装革履并声称自己上错了楼层 但还是被小高看出了破绽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 把旁边的金发姐吓得是心惊胆战 画着乱颤 他没想到小高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 随后小高找到了修车店老板瘸子书 原来是瘸子书把他的住址告诉了黑老大和欺贼书 小高劝瘸子书赶快离开此地 不然很有可能被黑帮的人也干掉 那么这一百万美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笔钱呢 是一个小混伙从东海岸黑帮那里偷来的 然后藏在了当铺里 黑老大获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就打算来个黑吃黑 这件事一旦被东海岸黑帮的人知道 那么黑老大和鸡贼书都在吃不了逗着走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他们下一步主要的任务就是铲除小高和瘸子书 瘸子书听从了小高的建议 准备收拾东西跑路 可当他拉着箱子刚准备奔长途汽车站 就被鸡贼书给拦住了 两人唠了一会儿闲� 鸡贼书就把瘸子书给杀了 当小高来到修车店 发现瘸子书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 此时小高意识到 于其坐以待避不如主动出击 他开车一路跟踪黑老大来到一屁镜处 然后突然袭击就把黑老大给干掉 完事之后 小高给鸡贼书打了一电话 说要把那一百万美元还给鸡贼书 两人约好时间地点 小高又给金发姐打了一电话 说自己和金发姐在一起的这段时光非常的快乐 转过天 小高和鸡贼书在某饭店见了面 然后鸡贼书跟着小高去车里拿钱 紧接着双方就发生了肢体冲动 鸡贼书由于年事已高 很快就扛不住了 小高又身负重伤 是死是活搞不清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吧 金钱成可贵 生命价更高 为了欣赏人 二者皆可跑